匠星金睿,做本宫,缔解三台,观远松 整只无鬼连栽杀,血刃破碎,难轻松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在这个岁次2025的岁次已四年 整体的运势如何呢? 首先,当然先看一下我们的流年命宫 是有哪些星宿来金珠了 从上面的四千,我们可以知道 今年属鸡的朋友,本命宫迎来了 匠星、金睿星、缔解星、三台星 这四颗强力的吉星来作证 这四颗星宿力量强大,不可小觑 而复星迎来了 无鬼星、观伏星、年伏星、飞伏星、德沙星 以及破碎星,这六颗复星 这里面我们先了解到 观伏、飞伏与年伏这三颗星宿 因为这三颗伏自备的 它的主要力量是在于官方的力量 举个例子来说 就像我们在看古装剧 任何的将军要调兵前将 它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兵符 你没有兵符,你连一个马符你都调不动 符本身就是权力与命令的象征 就像我们道士、法师 你在办法式使用的符令 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用法师在用符令的时候 意思就是我们获得神明的授权管理跟同意 去调兵前将来斩妖除魔 安稳宅舍或是趋吉避凶 所以这些伏自备的星宿 主要就有官方的力量 来给我们属机的朋友来做影响 而这部分大部分都是比较负面一点的 而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无鬼星 无鬼星就是窝里恨的特性 负责把你有的都给它搞出去 所以今年属机的朋友来说 并不能算是一个高枕无忧的岁月 而是一个集中长胸的多士之秋 这个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而在事业上属机的朋友受到四大吉星的庇佑 事业上会有很好的发挥 当然也会有不错的升官发财的机会 但这里面要注意每一个环节都要紧紧的把它把握住 因为无鬼星它会想尽办法的 让我们本来可以成交的专案项目给搞黄调 或是拖了太久让利润大减 或是让合约它的内容不够严谨 导致即使我们完成了这个专案项目 也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而如果做生意没有足够的利润 那就不要说什么业金奖金之类的提成 基本上就是比较难的了 而且也因为如此 没有利润的业绩 哪怕你的营业额再高 即使完善的再完美的一个质量 那我们也只能说你真的是有一份苦劳 而不是一份功劳了 那么努力之后想要得到相对等的回报 就变得比较困难的许多 而这些相关问题的产生 多半也是受到远方的指辈心 与无鬼心的配合 也就是受到小人的挑说或是介入 比如说还有同行之间的 导致你功败垂成 所以这里要注意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留下记录 无论是人证或是物证 尤其是物证 例如微信或是官方LINE等这一些通信软体 或是电子邮件的往来记录 都要仔细的把它留下来 第二个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人家口头的消息或承诺 通常这些不是假的 就是真假惨犯 甚至是故意误导我们做错误的决策 而也因为是口头交谈 或是听到了一些风声消息 同行放了一些消息跟风的一些好像是内幕式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是你听来的 最终都没有留下证据 出了事人家只要说我没有这样讲 我讲的也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你自己听了这个意思 那是你的问题 而且你拿不出证据来讲的话 那你只要跟别人讲 这是你跟我讲的 那你就要否认的话 变成就是我们造谣了 所以说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变成什么了 我们变得不但是声音上的失败者 又是谣言的被害者 然后又是我们散布谣言的加害者的标签 这么完美的锅 希望属机的朋友你不要轻易的去背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留下流程记录 可以随时的检验跟稽查 包含你要报价出去 你不要轻易的去放出 我要报多少价出去 因为这样同行也会去做梗 知道你出什么价 或是你要给人家什么样的优惠 可能大家聊天过程之后 你不小心泄露出去 那么对方就拿你这张牌 当着他成一个王牌 那么你真的去做的时候 你就发生一些很大的问题 甚至还有一些合约 我们跟客户要去签署钱 都要多抓几个主管 或是负责人员 一起帮我们检验 这合约有没有问题 甚至比较大的专案项目 还可以请认识的 而且值得信赖的 他真的是很有信誉的人 来做第三方的检验 比如说律师或是会计师等等之类的 来替自己把关一下 花点小钱 有时候可以避免重大灾难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有些会计师或是律师 他们对这些伤势法是比较懂的 知道会差的问题或是原物料波动的问题 他会在这个合约里面做一定程度的 相让或是修改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时局不好 所以是说 你每一天的原物料 或者是你的一些细节 如果保留一些备忘录 或是一些弹性 你是不是在谈这些项目的时候 真的是遇到一些波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双方的彼此之间 假以双方还是有商有良 那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 只要只够做到这一点 四次留个心眼 基本上复兴的力量就不容易去影响我们 而我们本命的匠星 结合远方的陆勋星 再配上代表公民的三台星 就可以让我们属鸡的朋友 在2025年岁次已逝 事业可以发达顺利 更有机会升官发财 让我们的职业生涯可以更上一层 所以整体而言 在2025岁次已逝年 属鸡的朋友 他事业运属于 鸡 接下来我们看到财运 今年本命宫有金汇星的力量在助手 所以基本上你的财气跟财运 那是有打底的 加上远方也有陆勋星 以及华盖星的力量在闪耀 今年的财运 当然是主力在正财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工作的劳务所得 会比较丰厚一点 而在投资方面 今年主力要以企业的获利 当成我们投资的标的 毕竟今年的祖星有一颗匠星 匠星是什么呢 为匠者必须 寄之而深远 而不能贪图眼前的胜利 所以投资的时候 务必以该标的企业的获利能力 以及他的成长的动能 作为我们投资的一技 如果可以 把部分的资金筹码来投资一下 政府公债 也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例如在中国的同胞 如果到那个时候 2025年 还有空间可以购买中国政府的公债 那么的确是可以继续投资来持有 这是一个比美国政府公债 还要更加稳妥的资产与资金管理工具 而在其他投资方面 今年本命心中有破碎心 以及无鬼心的影响 所以这个2025岁次以四年 必须坚决的不要做业外投资 例如有亲朋好友来招股份 来投资新事业 或是要求合伙创业 或是只出钱 我们当金主的收红利就好了 这些最好都把它拒绝掉了 无论对方说的是如何的天花乱坠 或是出示各种证明 甚至请有利人士来做背书 老实这还是一个建议 能不要就不要 甚至你可以反过来说 自己资金也是很紧张 没办法出资 不然你们来投资我 对不对 哭个穷 说你不来你们投资我 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能够 大家有可以有个留个余地 否则一旦我们把钱交出去 大概率还是回不来 或是也拖很久后才会回来 如果你觉得钱丢出去没关系 我们当做看清一个人 或是花钱了 这个钱不是很重要 我买个当个教训也无所谓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只要我们能够知道 他的风险就是有去无回 那么赌他成功 哪怕只有1% 我们钱有戏物会对我们不会伤筋动骨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试看看的 只是有些时候我们钱出去了 拿不回来了 那还要被对方教训 那就很糟糕了 对不对 而在其他财务方面呢 今年会遇到不少身边的用品损坏的事情发生 无论是房子车子还是手机电脑之类的 都有可能会突然就手坏了 所以要保留自己身边足够的周转机在身上 避免发生事情的时候啊 资金一直周转不灵 而且这边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今年有福星在我们这三个福 飞福官福这些福星在我们身边去闪耀 所以是说 今年如果你有动了一些逃漏税的心思 请不要轻易的去把它履行 该缴税的你就去缴 该缴的罚单之类的东西 你要赶快去缴 因为今年你很有可能 因为过去的不老实 或是现在即将不老实的一些偷税漏税的状况 而被抓到 而被抓到的时候 国税局是整个政府里面最不讲情面的 所以是说要注意 今年千万不能偷税漏税 以前有偷税漏税的 能够把它补回来 就至好把它补回来 真的没办法补了 那你自己就闷着点 然后不要继续犯法了 因为今年有这三个福星啊 他很容易把我们给什么样 给被掏出来 然后会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这个税券居增处啊 他发现你逃税漏税的时候啊 那个真的好像杀户仇人一样 那真的是蛮糟糕的 所以整体而言 在2025岁次已四年 属鸡的朋友在整体的财运上啊 真的是只能说是小胸 接下来我们看到感情方面 在感情上 属鸡的朋友 今年比较没有太好的桃花颜色 所以单身的朋友 今年还是把时间花在事业上会比较好 只要事业敬意好 来年何仇桃花 会不够旺呢 而对已婚有伴侣的朋友来说啊 今天就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一年了 受到远方的 纸辈心以及 黄帆心的影响 两人的感情啊 容易受到第三者的挑说 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里所谓的第三者啊 不是代表有婚外情或是出轨的对象去影响 而是亲朋好友的一些无心之眼啊 或是一些恶劣的玩笑啊 甚至啊 把以前就久远以前的啊 对方或自己的黑历史啊 或是之前的暧昧关系啊 然后导致 那两人之间产生一些不满或疑虑 有些人真的很无聊 就说啊 这同学聚会的时候带自己配偶来 就说啊 你不是以前喜欢我们班上那个谁谁谁吗 哎 你不是你之前给那个谁写过情书吗 人家你都结婚了 你去讲那个八百年前的事情 然后刚好对方也在这边 对方也有老公老婆孩子那边 所以说你就一次惹活两个家庭 但是回去之间啊 心里的怀疑种子一旦种下 就想是说那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啊 你是不是怎样怎样啊 人家家里本来每一次就被你这些 这些恶言恶语啊 去把他挑说起来 所以是说啊 暑记的朋友啊 这个在今年啊 其实要去懂得去开成布公 懂得去哄太太 这或是哄老公 有些事情啊 其实别人挑说的 而不是是说 我们真的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这是比较直接影响 那另外一种影响啊 就受到一些媒体啦 戏剧啊 比如说网路上有一些短片小说啊 或是戏剧等等短片之类的 出现一些撒狗血的剧情 这个一般的时候看到啊 我们可以当作消遣 但是在这个岁次已逝年啊 暑记的朋友就容易把这些垃圾文学 或者是一些娱乐 当成感同生受的情境 就把他自己怎么投入进去了 开始对伴侣啊 做一些不必要的刺探 试图证明自己跟小说 或是戏剧的男女主角不一样 或是抓到一些蛛丝马迹 就把自己带入那些撒狗血的垃圾剧情里面 开始跟伴侣叠对叠 你一定背着我偷偷干了什么事情 然后来个冷言人语 或是直接大吵一架 然后不断延伸了各种辛仇旧恨 你看你之前跟我谈恋的时候 你不是对谁还有感觉吗 巴拉巴拉巴拉的 你现在跟他联系啊 对不对 其实这几年我跟你结婚 你根本就还是想着别人啊 这种垃圾小说的剧情啊 就把自己怎么样 不断的带入 然后呢 开始去变把自己变成男女主角啊 被害者啊等等之类 对方就加害人啊 搞得轰轰烈烈的 是不是 然后这个就感觉就很糟糕 他会容易把一件啊 只是牙齿咬到舌头的小事情啊 变成罗密欧与武大郎的断背衫情节 把自己的那个绅士啊 或是你自己的一个模式啊 变成爽文的男女主角 想要来一个怎么样 想要来这支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这样 来一个爱犬大逆袭的史诗巨作 那其实这一切啊 都是自己在想象 或自己给自己营造出来的结果而已 其实就是事情啊 其实就是很简单 还是生活的一些小事 谁家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 谁见过谁每天晚上都在舞池里面跳华尔滋 然后很浪漫的那种生活呢 然后然后旁边还给你生起一些很绚烂的烟火 这就是爱情 如果真的有人每天都可以享受那个跳华尔滋 然后每天可以放烟火的 那这种人我老实敢跟你讲 你一定不是活在人间 你活在迪士尼里面 而且你还是工作人员 负责放烟火的 或者负责跳舞给别人看的 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啊 或是你自己的心情啊 做好排解或是整理的话 你也没办法分清楚啊 这个网络的爽文爽句 或是跟现实之间的差异 那么今年呢 就容易把自己过去辛苦经营的感情生活 甚至是家庭生活 搞得真是乱七八糟 那对方一直觉得你这是疯了 你把那个戏剧当真了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排解好啊 没有把这些事情弄得好 而是顺了这些感觉去走的话 那么你在2025 随时以识年的感情运属于凶 但是反过来说啊 明明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把自己调整的很好 而且把懂得把对象当成我们在热恋中的时期 一样我们去宠爱他 那么2025年的感情运 将会受到什么 受到太岁星君 以及三台星君的祝福 就会变成终极 极跟凶啊 一限资格怎么选 就看你自己了 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健康方面 在健康上 暑期的朋友 今年的确需要多加注意 因为今年有了德沙星的力量因子存在 虽然这一个星秀的力量啊 被本命宫的地解星大部分的化解了 但是远方也有建峰星 浮屍星 血刃星 天狗星 以及灾杀星 来联合激励 所以今年暑期的朋友啊 在健康方面 尤其是血光方面 是真的需要特别注意的 首先要化解这些血光之灾啊 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捐血 中国叫做献血 这样就可以以血破血 基本上就可以大量满足血刃星与建峰星 对于血光的渴望 自然可以消除了许多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加满意外保险 因为一般的灾杀星 天狗星 本身就是要造成我们属鸡的朋友 心理跟身体的痛苦 而让他发挥作用 但是当他们造成我们这些身体 或是一些意外事故的痛苦 却让我们有保险可以来弥补 那么就属于怎么样 白忙一场了 对不对 就完全白忙一场了 做白工无用的事情 更别说怎么样呢 更别说他可能还怎样 跟还会是说 让我们民受到更多的一些经济的补偿 比他比我们损失的还要来得多 有时候真的是会这样 所以是说人不喜欢做白工 星宿也不喜欢做白工 所以是说这个很多事情 我们先花点小钱 然后买一些这些意外险 给自己做些保护 那是好事的 当然了 如果是骑车开车的 最好也把第三人责任险买好买满 那就可以大量的降低我们意外血光的概率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 都有保险公司替我们承担 而另外一方面 在2025岁次已是年 如果不是特别必要 就不要去做诸如医美之间的外科手术 但是以医疗为目标的没有关系 你不要去做 只是为了为了变美 或是变得修整整形这些事情 尽量是不要去做 会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这些非以治疗为目的的手术 没有办法再用其他的方法来降低 栽杀心、血刃心、剑锋心、天狗心 还有德斯拉心的煞气 所以容易产生失败的手术 或是这个手术做了之后 想不到会有后遗症 或是做出来 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状况发生 而这些手术很奇特就是 他一旦出现问题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获得可以弥补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你脸做坏了 发现这个做坏就做坏了 对不对 你一辈子就只能顶着一个弯掉的脸 或是烂掉的脸继续生活下去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整形整出来的 这个状况有时候是会有的 所以说尽可能 就不要进行非以医疗为目的的手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还是回来一句 一般以医疗外割的手术 都是没关系的 但是如果遇到需要麻醉的大手术 能的话你还是请熟识并且有择日专业的老师 来选个好日子的手术 或是至少你要看一下老皇帝 要完全的避开 在一个皇帝里面有写的月破 大号 小号 红杀日 大红杀日等凶日来进行手术 而找专业老师 跟看老皇帝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专业的老师 他对择日要有专业 不是每一个算命人都懂得择日 择日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专业 那找专业的老师择日 他就能够避开你本命里面的养刃日 六害日 或是其他的一些个体化的一些凶煞之日 但是这一些毕竟是个体化 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你所以说你最好 就是至少了 应该只要避开老皇帝上的凶日 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了 这些煞星借这些凶日 来借题发挥的力量 而在其他方面 要每一天要注意饮水要充足 避免酒醉跟熬夜 毕竟我们有六大煞星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避免喝酒 或喝到酒醉 喝酒小酌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喝到醉 喝到醉或喝到吐那种 都是很糟糕的 因为你会激发煞星的力量 降低了几地心修的力量 还有熬夜也是一样 人体它是一个循环 你越熬夜 你煞星力量就越强 你的几星力量就越低 对不对 因为几地的东西 他都需要做取 你要规律 他才能发挥他的力量 所以说你要避免酒醉跟熬夜 就可以大程度的 那可以让自己的吉利的力量 发挥到最大 那以避免激发煞星的力量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整体而言 属鸡的朋友在2025年 岁次已是健康狱属于小凶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属鸡的朋友 在2025岁次已是年的流年总论解析 整体来说 属鸡的朋友 其实真的就是吉凶参半 但是吉利的力量 还是略高于凶杀的力量 如何让吉利的力量一直保持着优势 那其实老师刚刚都逐一的跟各位说清楚了 你有没有做笔记呢 好 那记得追踪订阅我们的频道 老师还有每个月的生肖流月运势解析 所以跟紧陈老师 让你未不先知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